8月25号网上爆出杜海涛在参加某节目时 甜蜜告白沈梦辰的视频 节目中海涛称梦辰是自己见过非常非常努力的人 而关于和沈梦辰的恋情 海涛更是从一开始避而不谈到直接开爆猛料 讲解在《我是歌手》录制期间 他曾问过沈梦辰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沈梦辰当时的回答是 喜欢胖胖的 眼睛小的 又幽默又聪明 最好还是主持人 这一把十粒狗粮就是让本老吃得很福气 梦辰真的是我见过非常非常努力的人 其实我最开始看见梦辰的时候 其实就是歌手第一年的时候 梦辰我就问他 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他说他喜欢那种胖胖的 喜欢眼睛小的 就是又幽默又聪明 最好还是主持人 除了首度正面谈及女友 任性的海涛 现场还讲起与无心合租的往事 称合租时的无心 就很爱吃方便面 爱吃到在深夜食堂都要吃方便面的程度 海涛更是现场演绎一把 无心吃方便面的经典表情 实力吭欣欣欣了 梦辽新闻 海涛这是爱情友情双丰收的 幸运boy啊 快打